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上节课一起学习了如何跟一米内陌生人打招呼 今天我们要一起通过的是第二道关卡 怎么跟一米外陌生人打招呼 准备好了吗 咱们一起来闯关吧 周末 妈妈带看看到商店去买东西 看看 你想要什么去跟阿姨说吧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呢 嗯 妈妈 你帮我买蛋糕吧 看看 发生什么事了 老师 妈妈带我来买东西 但是我不敢跟收获员阿姨说话 看看 别担心 让老师来帮你 小朋友 上集我们说到 陌生人分为一米内陌生人和一米外陌生人 看看 你还记得什么是一米内陌生人吗 一米内陌生人就是像爸爸妈妈的朋友亲戚这样 第一次见面 但是会有着某种联系 可能会继续交往的人 说得很对 看看 真棒 那什么是一米外陌生人呢 就是像售票员 售货员 出租车司机这种 说过几句话 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姓名 也不需要继续交往的人 跟一米外陌生人该怎么交往呢 老师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叫看笑话 这可不是让大家去嘲笑别人 而是一个与人交往的口诀 简单又好用 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阿 看着眼睛要微笑 看着眼睛要微笑 主动招呼很重要 主动招呼很重要 耐心等候不插嘴 耐心等候不插嘴 热情道谢有礼貌 热情道谢有礼貌 我们来看看具体怎么做 一 看 看眼睛 我们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先要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 这表示你对别人感兴趣 并且尊重对方 如果说话的时候 眼睛看向别处 表示漠不关心 而且很没有礼貌 这样啊 别人也就不想跟你说话了 当你先看着售后员阿姨的眼睛时 她就会被你的目光吸引 即使很忙碌 她也会关注到你 如果你害怕看别人的眼睛 可以先在家里 跟爸爸妈妈试一试 紧紧盯着他们的眼睛不说话 持续一分钟 经常练习一下 看看有什么不同 二 笑 要微笑 微笑的时候要露出八颗牙齿 看看你知道上面露几颗 下面露几颗吗 是不是上面露四颗 下面露四颗呢 看看 那可不是微笑 而是兔八哥啦 我们微笑的时候 要露出的是上面的八颗牙齿 为什么要笑呢 因为甜甜的笑容 因为甜甜的笑容表示着 我喜欢你 你让我很快乐 见到你我很开心 亲爱的小朋友 笑容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记得要保持微笑哦 三 话 有礼貌 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我们要有礼貌 怎么做到有礼貌呢 在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 说话的内容和说话的时机 说话的内容要有礼貌 首先在说话前要打招呼 这是一个界面的基本礼节 我们可以用称呼 问好目的的方式来跟人打招呼 比如 阿姨您好 认识您很高兴 我今天要买个生日蛋糕 您可以给我推荐一下吗 打招呼的时候要面带微笑 说话的声音要透露出诚意 这样啊 别人在和你交谈的时候 就会感觉很开心 在这里 老师要提醒大家 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可以不用做自我介绍 因为这些陌生人 是一米外陌生人 我们要懂得保护隐私 在说话的时候 大家还要留意自己的表情和肢体语言 有些是属于粗鲁的表情 比如 眼球乱转 扮鬼脸 向对方打哈欠 绕头发 背对着 抠指甲 这些呀都要留意 不要再和对方沟通的时候表现出来 当结束一段谈话的时候 我们还要记得 道谢 不管你最终买不买东西 都要向售货员阿姨道谢 比如说 阿姨 谢谢您的介绍 我还想再多看几种样式的蛋糕 很高兴于您聊天 说话有礼貌 还体现在对说话时机的把握上 在别人说话的时候 要做到不插嘴 不随便打断别人 如果售货员阿姨 正在给别的客人介绍商品 那我们就需要等他们说完 再发表自己的看法 要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培养这种习惯 多一点耐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呀 不只是针对一米外陌生人 在任何语言说话的场合 都要注意这一点 说话要有礼貌 如果你真的很着急 也要先道歉 说对不起打扰您一下 等到对方看着你的时候 再开始说话 看看你学会了吗 老师我学会了 我这就去重新尝试一下 好的看看加油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呢 阿姨您好 认识您很高兴 我想买几个小蛋糕 带回家里吃 您可以帮我推荐一下吗 好的 你觉得这个甜甜圈怎么样 很多小朋友喜欢吃这个 有没有奶油蛋糕呢 有的 我们这里有三角形的和圆形的 你喜欢哪一种呢 阿姨 谢谢您的介绍 我想选这几个三角形的 请您帮我装起来吧 好的 看看做得真棒 阿姨再见 再见 恭喜你闯关成功 小朋友们 今天老师教的 跟一米外陌生人打交道的方法是 看笑话 你都记住了吗 这是解锁行动力的关键方法哟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讲的内容 当我们第一次进入一个新环境 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 首先 暗暗告诉自己 敢于去丢脸 勇敢试一试 接下来就要记住 看笑话这个方法 看眼睛 要微笑 有礼貌 还有一个口诀 大家别忘了 看着眼睛 要微笑 主动招呼 很重要 耐心等候 不插嘴 热情道谢 有礼貌 下次一起闯关吧 小朋友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